目前正在積極備戰 世界12強棒球賽的左頭陳冠宇 趁著空檔出席活動 和支持他的球迷近距離接觸 無論合照或是簽名都來者不拒 也大方暢談近日中華隊練習狀況 認為全隊狀況良好 尤其投手戰力更是全然大丈夫です 投手這部分其實不用太過於擔心 因為隨便比我年輕的學弟們 其實大家都很出色 其實也不用太擔心投手這部分 因為球速每個都比我快 應該是這麼講 只要可以當下可以把自己心情調適好 我覺得這次的比賽 我覺得是可以很期待的 身為正中少數擁有 上屆參賽經驗的球員之一 陳冠宇本次在隊上的角色 也有所不同 承擔了更多領導的責任 但他依舊保持著一顆學習的初心 尤其本次球隊和國立體大合作的 嶄新訓練方式 可是讓陳冠宇感到相當新鮮十分受用 因為現在這個氣氛 就是有帶入新的一些物理訓練吧 我覺得有一些運動力學的部分 有參加在訓練裡面 所以我覺得自己也是蠻新鮮的 我覺得也可以好好去利用 這次的運動力學的訓練方式 去幫助自己可以達到更好的狀況下 進行比賽這樣 身為本次中華隊陣中唯一的左投手 陳冠宇強調自己 將會全力做好教練交代的任務 同時也相當期待能和日本隊交手 更希望全新的訓練方式 能夠有效提升自己的實力 屆時一定要成功解決 因為近年來讓他感到相當頭痛的 偶利式打折吉田鎮上 我來推新聞採訪報導